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的题目都没什么兴趣点进去 然后今天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 就突然想说 听听看吧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就是某一个网站啊 排名第一名的电台我就点进去了 而且我选择了他那个电台里点击率最高的那一期节目 我是一个特别谦卑的学习者的心态来收听的 我想知道看看人家好在哪儿呀 为什么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粉丝 还有那么多点击量啊 我就是羡慕嫉妒恨呗 你们也知道 然后我就听了 听完之后我就有点忍不住了 对 你猜的没错 我现在的吐槽点是满格的 今天要是不加一期节目来吐槽 我大概今天晚上就憋死了 我觉得他们的电台节目大概分这么几种啊 一种类型就是传统性 就是找一段唯美的小文章 励志的小故事 放上一段舒缓的音乐 可以是那种就是特别美的爱情故事 让人回忆过去 或者是特别感人的 动不动故事里就得有人得病 什么手在急救的床前 握着对方的手 巴拉巴拉巴拉这一类的哈 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音乐类节目 就是有些主播就把自己喜欢的歌 找一个主题全部串进去 然后说 下面我们播放的歌曲是来自于 谁是谁乐队的谁是谁歌 这张专辑发自于1988年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是放音乐 这种纯音乐的节目呢 如果主播的品位够好的话 倒是也可以听 然后呢还有一类节目啊 就第三类就是讲段子呗 而且把那些主播呢 都会在段子的前后 加上各种音效啊 就比如说观众的鼓掌声 哗 然后笑声 啊哈哈哈哈 这种就像Tracy一样啊 搞得好像你的广播有几千万人在收听一样 其实呢 讲真的啊 如果你这些插件 你玩的好的话 加上效果确实不错 不过就是 这些网上讲段子的主播质量啊 各种参差不齐 有些哥们姐们真的是 哎我真是不忍心评价他们了 第四种类型的节目呢 就是女主播撒娇发点啦 大多数就是那种题目或者名字 就是某某女王 某某学姐 某某女神 怎么怎么样 然后内容大概就是什么 奶声奶气的讲点冷笑话啦 或者是干脆唱一段歌曲给大家听啦 就是最多见的就是各种网络的聊天室啊 我们网络的聊天软件特别多 比如说歪歪什么的 聊天室里 都是什么美女主播什么的 然后他们的整体造型就说 大头发遮着脸 然后露出半张 挤上一个深微的乳沟 然后脸上涂着厚厚的粉 然后化个大浓妆 还非要扮出一种 纯情女主播的赶脚 底下然后一堆粉丝啊 吊死 不对 我说的是 我意思是听众朋友们 还跟着起哄留言啊 什么女神啊 送花啊 约吗 求带走啊 哎呀妈 作为一个女的 我看着那些我都干颤的 还有一种类型啊 就是算是正经的吧 介绍一些旅游节目 旅游景点 我看他们大多数一群 就是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的主播 晚上就是不知道在网上 哪个百度扒出来一点 什么别人写的邮寄 然后跟着加个背景音乐 就在那生情并茂的朗读 我觉得真是忒没劲儿了 还有很多语言类培训节目 类似于教你几天之内 掌握一门语言之类的 别的语言我没敢听 听过一个什么某某老师 教你学英语 然后首先那主播一开口 就是满满的激情啊 就好像一些你知道 教女生化妆的那些 打扮的节目请来的 大家好 我是某某老师 一张口就是 Hello everyone 我们今天来学菜场买菜 必备金句 Are you ready One two three go 我想说老兄啊 你以为你这是玩跑跑卡丁车呢 还One two three four 还有各类的其他节目 我就不想吐槽了 我想了好想觉得 人家这样的节目 都能几十万的点击量 咱也不能学着吧 得向人家优秀的节目 学习靠拢呗 于是我今天就忍不住哈 录了几段sample 供大家选择 你们听一下 看看你们更喜欢哪种风格 然后我以后就向这种风格发展 怎么样 来来来来 咱们先听一段旅游类景点介绍啊 看看子涵学的像不像啊 这个味儿 卢浮宫始建于13世纪 是当时法国王室的城堡 被充当为国库及档案馆 但于1954年 建筑师皮埃尔莱斯科 在国王委托下 对卢浮宫进行改建 从而使这座宫殿 具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 后又经历带王室多次授权扩建 又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动荡 到拿破仑三世时 卢浮宫的整体建设才算完成 继贤王查理建设了重要的图书馆 而声明远播之后 16世纪的佛朗索瓦一世 又开始大规模地收藏各种艺术品 到了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 卢浮宫的收藏已十分充实 至路易十四去世前夕 卢浮宫已经成为经常展出 各种绘画和雕塑作品的一个场所 咋样啊各位 这样说话行不行啊 不行了咱这儿还有 咱们不是还有一种是心灵鸡汤吗 下面心灵鸡汤的我也给您来一段啊 你爱我吗 这四个字想来是最难开口的 我们在心里想了千百遍 将要开口的时候还是觉得腼腆 你爱我吗 这句话不能说得太早 也不能说得太迟 说得太早会影响全局 说得太迟已经没用了 热恋的时候问对方 你爱我吗 他便知道你已经爱定他 从此以后你们的关系就是你爱他多一些 他不爱你了 你含泪问他 你爱我吗 那么你也许是个胆小的女人 这个时候有哪个男人会笨的回答说不爱 分手的时候才问 你爱我吗 也是问的太迟了 这个时候才问有什么用 自己遇到大挫折或是出了意外 下半生需要他照顾 这时候才问他 你爱我吗 是不是有点自私 有了他的孩子才问 你爱我吗 你以为你还是小孩子啊 你问的也是太迟了 什么时候该问 能问的时候毕竟是不太多 也许该在他爱你爱得最深的时候问他 你爱我吗 不能肯定的时候 问来干嘛 这样还不行啊 那我必须得装傻冲浪扮女神了 你要好好活下去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也知道你一直都不希望我赢 其实我早就输给你了 从咱们第一次见面开始 对不起 到最后还是没能让你喜欢上我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我拿出来给你的 已经是我有的最好的了 怎么才能让你看到我呢 只要你要 只要我有 不行这个说的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啊 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的话 那我只能献出我优美的歌声啊 你们作文啊 我真的是怕着咳出你们一滴血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灯火 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 有了远勇气的正式时候 一个夜晚间吃不睡的灯后 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 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 因为你的微笑谎化成风 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傻傻的关怀叠叠不朽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 又在一起回到亮亮深秋 给你我的手 像温柔野兽 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 我们小手拉大手 一起交友 今天别想太多 你是我的梦 像北方的风 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 我们小手拉大手 今天交友 像昨天会回首 我们小手拉大手 今天交友 像昨天会回首 唉 刚才没跟上节奏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那我再给您演一段动画片 补偿您一下 来洋洋哥哥 我们来唱首歌吧 困都困死了 还唱什么歌啊 我要吃羊 我要吃羊 乱羊羊 乱羊羊 为什么是乱羊羊啊 我爸爸妈妈说 你最好抓了 我怎么突然觉得这个节目 您可以带您的孩子一起收听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到底喜欢刚才哪种风格呢 请留言告诉我吧 反正你们告诉了我 我也不会改的哦 哈哈哈哈 好像今天就是不知不觉的 跟很多人隐形的敌人 树立了敌对关系呢 如果没事啊 我觉得是不知道 我心理作用还是怎么着 还是今天刚好赶巧啊 不只是今天 我每次做完节目 我都发出去 大概一个礼拜后 差不多都会看到一个 其他点台 然后跟我说的话题一致 或者是非常类似 我并不是说人家学我啊 肯定是 我也没什么优点可以学嘛 我只能说我就是一大俗人 我想到的节目话题 别人都是同一时间想到的 我想呢 今天这期应该不会有人 再跟我撞题目了吧 如果真的撞了的话 那我绝对是抄袭他们的 他们肯定是原创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伦敦晚安 北京早安 嬷嬷哒